手指挑打龙肠虎短 指掌得配 运势根基不错 是典型的水行人 水人的温柔敏感 食指长鱼无名指 充满自信 自带磁场 那么走到哪里都是焦点 右手的月秋还是比较饱满的 想象力丰富 有艺术特质 有创意的想法 适合文艺传媒 商业类的工作 从文路来看 右手是川字掌 川掌人从小就非常独立 懂事比较早 有自己的主见和想法 大起不拘小节 由于不太考虑细节 常常在小的事情上面 不太用心 不是那种小家必育型的 喜欢做手工 针线活的这种小女人 而是喜欢跟男人一样 干大事业 只是可惜 感情线非常的深刻 是重情意之人 特别是异性缘不错 感情线呈现弯曲 往上翘的这种形态 这个弧度 可以说是桃花非常的旺 每个阶段都有自己 这个追求的异性 那么个性魅力 非常的魅力十足 常常成为人群当中的焦点 但是呢 烂桃花也是不少 容易陷入情网 那么再看这个 横文干扰比较多呀 说明啊 并且这个横文都横跨了 这个生命线和智慧线 对身心还是有影响的 40岁之前比较坎坷 结合感情线来判断的话 这种困境啊 多是由感情不顺造成 感情的不顺呢 从无名指片段 也可以看出来 那么从月秋来看的旅行文 有很多条 可以看出是一个 喜欢在外面发展的人 喜欢尝试新鲜的事物 不过在外面发展的运势 还是不错的 喜欢旅行 甚至有出国的机会 手指调打龙